2027年7月23号,第11届国会主席阮副仲继续当选第12届国会主席。 工作无论大小,国会主席阮副仲都精心准备,做到细枝入围,密切指导国会圆满完成整个任期的任务。 在第11届国会任期内,国会通过了18部法律和11项决议,其中三项是非常重要,具有中大历史意义的决议。 在第12届国会任期内,国会通过67部法律13项决议。 阮副仲总书记时刻提醒国会代表,无论担任什么职务,都要充分认识人民代表的权限和责任,要定期联系选民,倾听并如实反映选民的意见和建议。 接受选民的监督,必须经常培养,训练,保持道德品质,提高各方面能力,最好地完成选民和人民托付的任务。 阮总书记的嘱咐,再次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承担特别重要的任务时,所表现出的谨慎,谦逊和实事求是精神。 阮副仲的模范作风,也是国会代表们值得尊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。 阮副仲总书记都及时鼓励我们,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好的建议,或做出有价值的贡献,他都给予我们及时的鼓励,只是一个简短的赞美,但能让我们更加自信,努力完成被交付的任务。 担任国会主席六年,担任国家主席两年多,以及连续三届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,阮副仲同志,已经为改进,创新,提高国会运作质量和效率,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